你给我把话说 老婆 那儿有 小音回来了吗 叔叔 阿姨 对不起 都怪我没有开号凌云 婷婷 不怪你 不关你的戏 我看看心情不好 才想陪她去酒吧喝点酒 我没想到 不行 我再出去找找吧 明 该找的地方 我跟婷婷两个都找过了 这么晚了 我看 凌云应该没有事吧 婷婷 你还是先回去吧 我还是在这儿等她吗 多支 我还是在一起 你还想要 把老子 你找到 谁 我因为 现在 多支 你 你 这是 我哪儿呢 我快在这儿啊 天哪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们在晚上发什么事情了 我带你回家 你干吗 是你 你 你怎么行吗 不行 等一下 抱手姐 我还没告诉你委屈我呢 我委屈你 你要不要脸啊 那你告诉我 你昨天有没有对我怎么样 你是不是有病啊 谁对你怎么样了 来来来 你看看 走 干什么呀你 来 看什么呀 你看看你 像你长成这样 头发乱成这样 身材好成这样 谁愿意碰你啊 我有病啊我 你说谁瞅啊 你 怎么了 好想想到底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 你给我把话说 干吗 你朋友 救救你了 你朋友 游戏 不要过来 自己无忌 будто 啊 你们想干什么 哎哎哎干嘛 你谁呀 都管闲事 滚开 你干我了啊 那个我突然想起来 昨天是你救我 刚刚不好意思 那你好 哎哎 你干什么 你等一下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等一下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多事了不起啊啊 我真是想跟你说 我只是想跟你市 鞋很臭 有空都洗脚 还有 我的衣服拿去擅心 喂 我居然想跟这种人说谢谢 怎么认识他 下面这种 妈 别生气 别生气 有话好好说 承认 妈 你干吗呀 你看你什么样子 你一个晚上到哪儿去了 你一个晚上 你你现在才回来呀 等你一个晚上啊 没事 你别担心我了 谁的呀这是 不是酒都早 林云 怎么回事 妈 我昨天喝了一点酒 然后我就喝多了 然后我就碰到小文了 对 这个衣服是小文男朋友的 小文 李总呢 你跟他们在一起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 对啊 那我 我今天不是要去面试吗 对啊 我今天要面试 我的包装 在你房间 妈 我去拿包容收拾一下 你们继续聊 好 好了好了 回来就好了 看她也没事 你呀 都好了一夜了 今天啊 就别再开张了 在家好好休息 你一个晚上没休息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那 我就先走吧 来 你昨天到底干吗去呀 说话呀 还有这西装 小文男朋友都来不及了 你可别提了 我头都要炸了 我昨天晚上可等了你一个晚上啊 你今天不是要去面试吗 你去哪家公司啊 顶峰啊 顶峰 对啊 就是那个最大的集团公司顶峰啊 怎么了 他们招人吗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是学校推荐的 林云 你可交大运了 手机帮你充好电了啊 对了 阿姨昨天给韩启明打电话了 他根本找都没找过你 别聊他了 对了你刚才说了 我交大病了 什么意思啊 顶峰啊 他们可是很难进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待遇实在是太好了 别的不说 你只要工作满了三年 顶峰旗下房地产 员工价八折呢 而且你还可以向公司申请贷款 你也不收利息哦 而且这还不够 年终 优秀员工 还可以直接领新房的钥匙 去年就发了一百多套呢 真的啊 当然真的了 上面写的呢 咱们又不是有一句老话说的好吗 为了孩子生 为了股票死 为了房子 咱们就得辛苦奋斗一辈子啊 但是 你只要踏进了顶峰 朋友 人生三大难题 你其中一项 就基本解决了 那我应该好好努力 拿到优秀员工 给我妈买一套大房子 咱 丁玉 您看得很严格的啊 我还怕他们不严格呢 还显示不出我的本事呢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对了 等下我没事的时候 帮我把西装干洗一下 谁啊 猜 不想猜 曲恒 怎么啦 三年不见 我胖了瘦了 还是变成了 变得更帅了行不行啊 那你干吗一直看着我 我在想 你怎么就突然回来了 你还说呢 发了个微信手机就关机了 我还以为你 以为我想不开啊 我有那么脆弱吗 不会 可是我找不到你 我怕你会小心 出车祸 吃药 还跳楼啊 回去回去吧 对了 反正你一时也走不了 这样吧 我先去面试 晚上我请你吃饭 谁让你请我吃饭 我是专程回来 吃程家面馆的面的 以后有的你吃的 行了 去吧 去吧